这里怎么有三个小贝啊 赛罗 你为什么要抓我的儿子 贝老黑 谁让你天天就想着 做坏事 抓我们的孩子 这次轮到你了 今天就让你猜猜 这三个孩子里面 看看你儿子在几号 你现在只有两次机会 如果你猜错了 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儿子小贝了 我选择一号 我的宝贝儿子 在我心里永远都是第一名 所以我选择一号 贝老黑你猜错了 我是小赛罗 不是你家小贝 太可恶了 没想到竟然是小赛罗 贝老黑 你还有一次机会 赶紧选择吧 那这次我选择二号 我儿子的生日就是二号 所以这次选二号 怎么是小卡蜜了 哈哈 贝老黑 你又猜错了 二号可是我人见人爱的小卡蜜啦 那我的儿子一定在三号 贝老黑 你的机会都用完了 都错了 你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了 我不管 我一定要选三号 三号肯定是我家小贝 贝老黑 你想选择三号的话 也不是不行 不过你要答应我们 以后不能再做坏事了 以后只做好事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 我答应你 以后再也不做坏事了 好 我相信你 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儿子 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你没受伤吧 爸爸 赛罗叔叔他们对我很好 没有欺负我 还给我好吃的 昨天是我一个人偷偷跑出去玩 结果碰到僵尸怪了 还是赛罗叔叔救的我 这个僵尸怪竟然这么大胆子 敢欺负我的孩子 谢谢你 赛罗救了我家小贝 你放心 我答应你 以后我肯定只做好事 不再做坏事了 小赛 快看 这个被石化的奥特曼 跟你长得好像 是啊 我也有一种既熟悉 又陌生的感觉 看到他被石化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心里难受 小赛 这个石化人 该不会是赛罗奥特曼吧 你的爸爸很久没回来了 不可能 妈妈说我爸爸 正在其他星球打怪兽 他打完就会回来了 小赛 白天的那个人就是爸爸 在你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为了保护家园 跟黑暗军团战斗 把所有的光之能量 都消耗完了 你看到的那个石像 就是爸爸石化后的样子 你现在的光之能量 还不能复活爸爸 等你长大了 就能复活爸爸 小赛 我把大家都叫来了 我们一起帮你复活赛罗叔叔 再加上小朋友的小欣欣能量 一定能复活赛罗奥特曼的 这天气太热了 来来来 我给大家拿来了冰凉可口的饮料 赛罗师傅 这是你要的 给迪迦大哥 这是你点的 给你快喝吧 多出来了一杯 这么热的天 贝老黑肯定没人送饮料 好可怜啊 这杯就给贝老黑喝吧 师傅 饮料给你们买回来了 我就先去练功了啊 这个半吊子 则他把这瓶剩下的给我 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颜色还是绿色的 这杯饮料肯定有问题 他们一定是要害我 不行 我要跟赛兔子的换一下 讨厌的贝老黑 你给我换了以后 你可别后悔啊 我才不后悔呢 快点给我拿来吧 我这个是青梅味 酸酸甜甜真好喝 我的是橙子味的 哎呀 冰冰凉凉真舒服 我的肯定也很好喝 赛罗 他怎么了 我要的是辣椒油 我打算吃火锅用的 但他非要跟我话 这可怪不得我啊 这是迪迦 这是赛罗 这是银河 这个是孟比优斯 他们都让我用黑暗魔法 变成了怪兽 以后他们就是我的怪兽小弟 要听我的命令 为我做坏事了 真是太开心了 哦 对了 悄悄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你们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 你们喜欢的奥克曼勋章 就可以帮助他们 恢复奥克曼的样子 你们可不要给他们 送奥克曼勋章哟 要不然他们就会恢复 过来打我的 我再去抓几个小奥克曼 把他们也变成小怪兽 然后给我加小贝当小跟班 今天是怎么回事 怎么一个小奥克曼的影子都没看到呢 到底是谁干的 是谁给这帮奥克曼勋章了 让我知道了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可恶的贝利亚居然敢偷袭我们 还把我们变成了怪兽 兄弟们 打他 哎呀奥王 我的迪迦兄弟 他们这是被谁打的 你们两个赶紧给我让开 今天我要占领光之国 不好 贝利亚已经吸收了迪迦和奥王的能量 现在他太强大了 你赶紧去找赛罗 我来拖住他 银河你一定要坚持到我回来 千万别让他占领我们光之国 师父 不好了 怎么了 泽塔 慌里慌张的 哎 今天不是干你守光之国大门吗 怎么跑我这里来了 贝利亚要占领我们光之国 他打伤了奥王迪迦 还吸走了他们的能量 他变得太强大了 师父 现在只有你能拯救光之国 这可恶的贝利亚 哈哈 我看谁还敢阻止我进去 你给我站住 呦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赛罗呀 你快来打我呀 我以为多强大呢 原来还是个小菜菜 哈哈 哈哈